过几天就是双降了 今年的双降从10月24号到11月7号 立时15天 这个节气千万要记住 这三不睡 二不做 一要喝 尤其是女性朋友 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先来说说三不睡 一头发不干不睡觉 很多人习惯在晚上临睡前洗头发 这种习惯在夏天关系不大 但是寒露过后 天气变凉 头发干的慢 特别是女同胞的头发更不容易干 如果不干就入睡 湿气进入头部 容易引起头痛甚至是感冒 所以一定要等头发干了再去睡 第二不要露脚睡觉 寒露过后晚上气温比较低 睡觉的时候 最好不要将双脚露在被子外面 这样很容易让寒气进入体内 容易伤关节 到老就麻烦了 第三不要在子时以后睡觉 最好是十点以后睡 子时就是晚上十二点以后 这个时候再睡觉 你就算是熬夜了 熬夜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 寒露过后 人本来就容易疲劳 如果睡眠时间不足的话 更容易伤身 二不做 一不做剧烈的运动 尤其是中老年人 剧烈运动会大量出汗 寒露过后气温比较低 冷风一吹就容易受凉 很容易引发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 第二不要光脚走地板 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 光脚踩在地板上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但是寒露过后 早晚的气温会比较低 地板上的寒气也会比较重 寒从脚起 如果长时间光脚走路的话 体内的寒气会越来越重 尤其是女同胞 在每个月特殊的那几天 您是懂的 一要喝 喝什么呢 寒露过后 冷空气总是来的猝不及防 忽冷忽热的也是女性朋友自己保养最好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身体才会有应对生活的底气 从哪能看出女人身体好不好呢 女人身体好不好看肚子就知道了 因为胖人先胖肝 如果你肚子大爱排气口苦黏腻 体重长期居高不下 别焦虑 分享一招给到你 取菊花 绝命子 蒲公英 甘草 枸杞 牛蒡根 用开水冲泡五分钟就可以了 嫌麻烦的朋友 左下角有给咱们配好的成品 每天来一杯 记得坚持喝